这俩人现在还是伤患 不过许念念只是明面上的伤患 虽然有伤 但她也不知道咋回事 一点都不疼 跟没事人一样 除了刚被刺中那会儿 现在就只有伤口渗出来的血 看着吓人 禁玉才是真的扛着重伤 被折腾 导致第二天 许念念和禁玉都睡死了 老爷子气呼呼地 冲到病房里来 看到这一家四口 整整齐齐地睡着了 她差点把脚缩回去 仿佛自己闯入了别人的小世界 显得她很多余 她是来找禁玉 兴师问罪的 想问她 为啥没保护好自己的媳妇 老爷子之所以那么生气 主要是怕回头 被高丽红那个老太婆数落 爸 你咋又退回来了呀 你踩到我脚了 老爷子回头瞪了她一眼 拐杖一戳 不小心戳到了 靳南西的脚背上 刚被踩了 现在又被戳 靳南西嗷的一嗓子 就叫了出来 哎呦 爸爸爸 你别 闭嘴 就踩一下怎么了 爸念念吵醒咋办呀 你让人睡一会儿吗 老爷子压根不知道 自己的拐杖 戳到靳南西的脚背了 见她叫得那么夸张 怕她把许念念吵醒了 吼得特别大声 企图压过她的声音 靳南西被老爷子一口麻辣味的口气 给吼蒙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老爷子 靳南西 简直是有苦说不出啊 老爷子看她闭嘴了 这才松了口气 吓一秒 爷爷 你们来了 许念念被老爷子 那气吞山河的吼声 给震醒了 两个小宝贝 也醒了过来 是被吓醒的 剑狱 则是在三人第一次 退门进来的时候 就醒了 不过 因为知道是谁来了 她没睁眼 打算装睡 因为老爷子肯定会数落她 老爷子背影一僵 老脸更僵了 糟糕 吵醒了 她没好气地 又瞪了靳南西一眼 叫你小声点 你还非嚷嚷 看 我念念都吵醒了 说完 她也不给靳南西辩驳的机会 戳了戳拐杖 打算进病房 突然发现 拐杖戳地上的触感不对劲 她低头看去 看见拐杖戳在靳南西的脚背上 老爷子顿时一顿 再看见南西 已经痛得都变成歪瓜裂枣脸了 还在努力捂着嘴部说话 老爷子顿时觉得不好意思 原来是她不对 还好戳的是闺女 不是儿媳妇 还好啊 于是 不好意思的老爷子 假装若无其事地 继续瞪了靳南西一眼 哼 没出息的顽影 靳南西心里有苦 但是不敢说出来 摔 这是哪来的怪老头啊 他不认了 这不是他爸 叶琴看得哭笑不得 推了靳南西一把 示意他赶紧跟进去 别挡路 靳南西理解成叶琴在同情他 露出一个感激的表情 握住叶琴的手说 哎呀 还是二嫂你好 病房里 老爷子一进来 已经嫌弃自家爸妈的大宝 飞唱狗腿地朝老爷子伸出了小手手 奶萌萌的声音 大宝欢快地叫着 圆滚滚的小脑袋摇了摇去 脖子跟装弹簧一样 还咧着小嘴傻嘻嘻嘻地笑 相当的狗腿 现在在老爷子心里 最宝贝的就是两个大金曾孙了 看到大宝朝他伸手 老爷子顿时笑开了花 嘿嘿嘿呦 我的大宝贝啊 来 曾爷爷抱抱 老爷子过去把大宝抱住 大宝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与大靠山一般 双手抱住老爷子的脖子 扭头 冲许念念和禁欲 傲娇地哼了一声 有了大宝这个调剂品在 老爷子都想绷着脸 骂禁欲几句都不行 主要是一张嘴就笑 没微眼 乐呵呵地在那里逗孩子 小宝则乖巧地靠在床上 白生生的小脸 小巧又精致 乖巧地贴在许念念身边 许念念把她抱着靠坐起来 金南希和叶琴顿时吓得不轻 赶紧过去按住她 哎 念念 你可不能乱来呀 孩子给我抱 金南希说道 昨天 金南希和叶琴离开之后 许念念还没有醒过来 现在看见许念念清醒 俩人别提多高兴了 同时也松了口气 但也不敢表现得太夸张 不然老爷子又是知道 许念念伤得那么重 回头肯定骂死金玉 老爷子逗了大宝一会儿 关心地询问许念念的身体状况 许念念也不想让老爷子担心 笑着说小伤 我们下期再见